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节目的开始 我想给大家听听 在两三个星期之前 我们搞一个 深圳投资课程的研讨会 其中带勇就是帮大陆大湾区的市政府 做一些房地产的调研工作公司的老板 他特意有提过在佛山的 尤其是整个GDP的发展 我们一起听听 现在主要开始了 因为最近就是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边 有几个城市 深圳市 广州市 东莞市 佛山市 也就是大湾区里面有四个城市 其实是属于我们国家最新的超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的名单里面 这样呢 你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深圳排在上海北京之后的第三名 但是佛山比较特殊 它就是这一两年 它的排位就上得比较快 所以呢 在这个大城市的格局里面 大湾区是占了四个主要城市 另外佛山这个城市 它的排位就是它的进步比较大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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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听葳燕华 我不是中山,不是珠海,不是深圳,大家猜猜在哪里 这里我们是第一次来,叫佛山新城的地方 其实挺帅的,你看外面的图书馆真的很帅 今天我现在在餐厅包房,有一个很特别的嘉宾介绍给大家 她是我的观众,前一陣子我在佛山呼吁大家有观众联络我 结果她联络我,一个美女 Hello Doris,欢迎你,你好 你好,你好,坐坐坐 OK Doris,我也是第一次见面 90后,美女 你好 你是香港人,是不是? 是的,讨生讨厂香港 什么时候来佛山? 应该是六年前,已经来佛山六年了 你好像在澳洲读书 是的,香港读到4.5,然后去了澳洲 哪里?澳洲哪里? Ade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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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很舒适的,悠闲的城市 酒和飞机师 出名 飞机师? 冲销云宵也是我们来拍的 第一年 第一季冲销云宵也是我们来拍的 那你觉得澳洲太悠闲了? 你说 为什么不留在澳洲呢? 我澳洲之后回香港有工作 又在德国公司上班 做什么? 做merchandise assistant 就是那些… 服装买手? 不是,那时候是真的做了香港的OL 哦 是真的OL 就是在办公室打字 是的 就是复文件 去帮他们 我那时候是帮德国公司买 那就是帮到一个公司去中国的工厂采购 但是我们是用email方法去采购 那我这些新孩子就没有采购了 那我们只是负责做一些文件上面的东西 当年 明白,但其实你的打扮呢 我想不到是佛山会见到香港人 你看,多漂亮 又美女 染上头发,化妆 非常之新潮 但我想问一下 那没有理由 你这种人 要不就 我即使不来香港做事的话 都会选上海、北京、深圳 佛山 即是突然间 你这个佛山 为什么呢? 机缘巧合吧 都是 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 都没有看好任何东西 都没有说 看好什么铺 都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那时候只不过是 当我 因为那时候我做了OL 做了OL 我就觉得我都是喜欢 美美女的东西 就是喜欢衣服 女生嘛 都是喜欢打扮 比较多 以前其实 澳洲的时候也好 香港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做兼职的 所以其实我当时 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了 就是我有很多part time的机会 我自己体验过很多不同的公众之后 我都是觉得 我都是喜欢做销售服装的类别 那我就跟家人说 我想创业啦 不打工啦 嗯 然后就 我说一下我回澳洲啦 这样 因为我爹和妈妈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 已经叫做 当年啦 叫做不上藏业的啦 就是已经是prefer 在大陆这边发展的 那我就 接着之后 我也过来看了一下佛山 信德那边 然后第一次看是看不合的 但是第二次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个铺子 刚好又转让出来 那就做了 嗯 就是很厂促的 我做的 我做的 其实真的很快 因为我租了 我签完药 我就回澳洲玩两个月 嗯 我就跟我老爸说 你帮我跟装修 你老爸帮你跟装修 是 就是翻身去 整一整整 到时候我去韩国拿货 就是当年是韩国很流行 就是六年前 还是很流行 东大门啊 那些货 那时候我们又有渠道 拿到日本的品牌 但是呢 当年就是日行起家 就是做了第一间的买手店 买手店 就是有点像IT 就是香港IT的服装店 就是找各个名牌 买手 是不是这样 是的 现在更加会进步 就是 刚刚开始 你所说的 可能东大门的人都未必觉得 是什么牌子 当然是 但是慢慢转型 就是慢慢转型去做品牌设计师的买手店 那什么是品牌设计师 就是我们会去一些签约和一些小众品牌的设计师 内地 不一定 我们有全球 全球 是的 有美国的 有美国的Party Studio 他们在Instagram都是挺受欢迎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开实体呢 如果你全部都是在网上搞定 嗯 你觉得 就是 就是 国内客 你觉得二三千元一条裙 或者七百千元一件楼 全部网购吗 你觉得这些客户会在网购吗 啊 因为我们做的是 中高端定位 高端定位 是的 中高端一定有一点实体 是的 他们是需要试的 就是假如去到这么贵的一件楼 就是我也觉得贵 香港观众会觉得 啊 去佛山 去信德 这些相对比深圳 上海 甚至珠海 是不是落后一些的 会不会觉得 老土一些 不会 其实真的不会 因为我想说 大陆 就是叫做 其实发展比香港更厉害 为什么 前几年 虽然我这件事是很深体验的 就是我自己都 真的当年是井底的 我觉得都 正底的意思就是 来了国内几年 我都没有怎么去过国内旅游 是真的 就是我来创业 就真的是创业 真的留在佛山 但是当我朋友带我出去 开始去国内其他地方旅游 我会有感叹 嗯 哇 这么厉害 我也是这样 是的 真的很惊喜 是的 当初我会觉得 哇 其实香港发展很快很厉害 是的 当年是巴雅通 我走之前还是巴雅通 现在也是 现在 但是你想想 我来了没多久 我基本上带个手机出家就可以了 我无需现金 无需任何东西 我支付宝微信都 全部可以用了 全部银行 什么东西都是 是的 基本上什么都不用 到处都可以 你知不知道甚至现在是有入面识别 是的 就是七仔就像我们 信得这样 七仔已经是这样 你刷个链吧 好 刷个链 是吗 是啊 七仔已经是这样 那我就没有 一二四成事都已经在做任意识 你信得也是 信得的七仔已经是 直接刷了一下 不用拿个电话 是啊 所以其实 你见到香港其实 还没跟得上这些东西 没有 还有我当时 他在说我 就是早几年 就是来做有没有多年 我就开始 第一次去厦门 去住民宿 嗯 那些很漂亮 对啊 我觉得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会丟这么多本 是不是很台湾 嗯 总之就很漂亮 你说台湾不台湾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厉害 就是他有超越我本身认知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很激 就是很惊讶 我都会觉得 哇很厉害 在信德或者佛山住 就是吃东西 买东西 质量完全可以的 就是拍得住 住深圳香港这些质量吗 吃是一定好的 吃好啊 吃是一定好的 是啊 住都好 这个不用说 住和吃都好 你说购物呢 可能真的未去到一线 这个是真的 就是因为你 但是我觉得你选得来 純德佛山 你这些地方住 其实你的心态一定是在想 如果你 就是我是香港人 我本身已经在一个很快节奏的地方 对 那为什么你还要搬去上海 这么快节奏的地方呢 为什么你还要搬去上海 这么快节奏的地方呢 为什么你还要搬去上海 应该是一个比较 可以放慢到脚步 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吧 嗯 其实佛山信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 来了几年之后 我都心心地觉得 就是 你如果叫我回香港 我都要 好 让我从场计划一下 嗯 让我看看什么时候 不是哦 我知道呢 好像你因为认识了你的未来一半 你才这样说 是不是呢 都是的 哈哈 哈哈 小英哥哥可不可以拍一拍他 啊 啊 不是 你拍一拍 这个帅哥哥呢 是不是未婚夫啊 是啊 我们今年结婚了 哈啰 哈啰 好帅啊 年底结婚了 所以 年底结婚了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知道呢 我有些香港朋友 很多都是single 女孩 嗯 女孩 其实内地呢 都有很多机会 好像Doris 哎呀 说到 其实呢 我快要结婚了 她是内地的 因为是香港人 顺德人 顺德本地人 其实有一点我不明白 你说 为什么呢 吃东西比香港更好呢 因为我住的地区 是佛山马 顺德马 顺德本身就是 有一个叫美食之都的称语 基本上 连央事都有特意做过一支 叫尋美顺德 是啊 是啊 基本上顺德的美食 超级无敌多 哇 甚至乎我香港的朋友 都是 就是 来顺德玩 他们是 春了睡 然后爆了尺 哇 就是 基本上一天到刻 你都不停吃 就是很多东西 你三天三天都吃不完 超夸张 而且 例如你要高档餐厅 在顺德这样 你去过廣州 才三十多分钟 有 是 你去所谓的一市城市 只不过三十多分钟 很紧张 但是楼价差那么多 是啊 是不是 还有你吃东西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吃传统菜 吃广东菜 你基本上 顺德或者佛山 基本上已经有最高食库在 最出名的 最好吃的 都在 你还需要跑去其他地方 就是顺德人 等一下外出到去 没什么东西 就是顺德人最好的 因为顺德人的嘴 已经被训练到非常刁转 因为顺德的食物太好吃了 甚至乎你的高档餐厅 就像我们羊码头的园区 就有我们顺德最贵的奥马卡仙 奥马卡仙 即是日本菜 对 逐司法饭 对 一千八百多都是 人民币一千八百元一个人 对 一千八百多 一千六百多都有 原来是深圳价 但是顺德已经是 佛山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也可以做到 就是他们一样 都有很高质量的餐厅 或者你要 譬如说你要像香港人那样 我喜欢Fight Down一下 佛山有很多 很多Fight Down的餐厅 是啊 这个千灯湖就超多 千灯湖已经有很多 Fight Down的餐厅 嗯 我们会拍的 其实呢 我们今天下午 因为上午拍片 下午已经是很赶 这间餐厅是很适当的餐厅 不过 你可以介绍一下 很简单的 这个不是最好吃的 不过也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红豆薄餐 的确我也是来到顺德先吃 这个叫点心 点心 一般呢 好像在佛山或者广东这边 要么就是餐前吃 要么就是餐后吃 多数是餐后的 但因为刚刚怕大家讨厌的关系 这边就是佛山煎包 然后这边就是生煎包 那个红豆薄餐比较特色 嗯 然后这边的鱼呢 你会看到我们香港 平时不是整条蒸的 最多就是出来的时候 帮你起起骨 对吧 但是这个呢 基本上呢 佛山很流行做的 一个无骨鱼 或者是拆骨鱼 或者是特色蒸的 那这种就是 好有那些木耳 或者是 或者广东少少 或者是纯德少少 会更加一些山花椒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加山花椒 这个蒸法就 嗯 因为它一会儿要飞过去 不是飞过去 跑过去 不是跑过去 游过去 开车过去 是澳门 接着它会做些事的 那我希望 Daisy 香港通路关 我想 它带我游客信德 佛山 那还好 因为它说到它那边 什么千百元的日餐 接着它那个铺铛 其实很想看你的铺铛 其实铺铛很有特色的 真的 因为 很多 网红小姐姐奶打卡 网红 其实我是来到深圳 就是我一年前 就是在香港过来深圳做事 就是短暂做事 接着我下面的Facebook 有些观众真的关心我 就说 take care 就是 就是深圳 有些好 就是说那些道路深圳 听过不太好走的 就是 我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是那些人 我爹地和妈咪 我以前小时候还搞笑 我以前小时候 我的朋友说 你要掃眼 拿了些没有牌子的袋 上去 不然会被人抢 是呀 是呀 可能真的会有的 那个年代 但可能现在 我真的讲一个很真实的案例 给大家看 其实我的店铺被人偷东西 不差于三次 每次都捉到人 每次都捉到 因为全部都是那些 整个中国已经是CAM 基本上哪怕一件很便宜的衣服 他都会连人带货 带回来给你 厉害 所以其实我也很惊讶 跟我以往的概念 有些不一样 以前你会觉得 哇 会不会很害怕的 很黑暗的 是啊 但原来 那些路会不会很不平的 原来不是 我前段时间有店铺被人偷我做装置 装置 可能是我们的物资 你这么想 放在这里被人打卡 其中一个装置 可能都价值千多元 又是捉到 是啊 是啊 但你不是有些镜头 你有镜头 我也有镜头 然后你拍摄镜头 然后警察就会找 就报警了 警察就会去找 道路的监控 然后又捉到他 所以我想结尾就是想说 譬如你说内地怎么好 我或者是找一些地产代理 一些人说 你卖楼的 喂喂 你有什么 agenda 所以一定说好 一定是我想访问真实体验的香港人 他完全是 你可以查看他的店铺名字 是不是真的 不是演员 我店铺的名字还没说 我们会打债上去 非常好 因为你这么免费帮我做访问 这么远路来接受我的访问 我们有Instagram可以查证 我已经来大陆很多年了 是啊 他有没有说谎 他是不是演员 我通常如果有人说 大陆好 你有政府的宣传给你钱 或者你有什么背景 通常有这样的留言 或者你去什么中山 或者是那些地方 那些是全部是老人家 是吗 很多这些留言 我觉得 所以我很坚持拍很多视频 甚至有私人频道 拍下我内地的生活 我都是想 告诉大家 真实内地是什么情况 我说潘远佛山 不是二三线的城市 我不敢说深圳 我不敢说上海 那些是总境 我有空慢慢和你们说那些故事 今天很多谢Doris 和她的美美婚夫 美美婚夫 来接受我访命 多谢 Thank you 谢谢